高面人还开凿了一个运河,连接采石厂与建立屋地,大大提高了运输效果。 工匠人在石块的侧面打空,然后踏入木柜推动石块,并借助袁木柳将石块推上岸。 大象是高面人修建吴哥写的德顶助手,但借助大象的力量将石块从运河运往工地。 吴哥死占地82公顷,相当于三个卢浮宫的大小,如此宏伟而弱。 而巨大的工程,在修建之初就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 柬埔寨的地质环境独特,土地湿软,不能承重。 高面人便在土地四周围上石头,在底面填满沙子,用力夯实,以此来形成坚实的地基。 寒击和雨季的降水不均匀,导致地下水季节性不平衡。 只是地面塌陷,建筑坍匀。 然而,这也没有难挡高面人。 他们在寺庙外开造了二百米宽的护城河,以平衡地下水含量,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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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石柱共有一千五百三十二根 风云变幻 朝代更云 历经三十五年 吴歌死终于修柱完成了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实质宗教建筑 也是高明古典建筑艺术的巅峰 这座完全由巨大石块类企而成的神庙 大气恢弘 庄严素 无论是独有的类石建筑技巧 还是精细的雕刻艺术 都精彩绝伦 让人赞叹不死 其技巧之娴熟 工艺之精湛 想象力之丰富 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随着无歌王朝的逐渐强盛 寺庙建筑活动达到顶峰 以无歌寺为中心 又先后兴建起众多同种建筑风格的寺庙 如献给师伯神的八方寺 以高棉的微笑著称于世的八龙寺 以高棉的微笑著称于世的八龙寺 星罗齐步在高棉的土地上 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 似时已久 然而 这个繁华了数百年的文明 在十五世纪初突然陷入了沉寂 原因众说纷纭 真相不得而知 数百年来 暴雨烈日不断地侵蚀 繁华逐渐褪去 抬起 抬起 遍布集体 藤蔓探出石缝 攀上两株 大地 神庙和丛林 彼此交缠在一起 无歌逐渐被丛林淹没 直到十九世纪 一个探险者的闯入 让沉睡了数百年的无歌建筑群 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座恢弘的神廟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 向人们诉说着 这个古老文明的伟大 与辉荒 与辉荒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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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